请坐 福祉西菩提 要善男子善女人 受此读诵此经 要为人倾鉴 自然现实罪业应得乐道 已经是人倾鉴过 现实罪业极为消灭 当得二度罗三秒三菩提 佛的经典啊 特别是金刚经 金刚经的词度是非常的普遍 或者受辞的 或者没受辞的 金刚经 弥陀经 一般的都知道 都知道 那都是应该 一般的应该尊敬吧 不会有什么伤害吧 我们前面的经文讲 凡是金刚经典所在处 不但是人 就所在的那个地点 一些护法 一些天人 都是尊敬的 所以他不识 不知道 对经还是恭敬的 如果我们信佛的人 或者学伯尔经的人 被人家倾鉴 看不起你 不尊重你 或者毁谤啊 诽谤就不是事实的 无理相加给你的 或者瞧不起你 但是是因为你读金刚经 因此而生起的 哪对他对你瞧不起 或者毁谤 说你的坏话 这个呢 咱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就是为了清剑的 这个金刚经 他那个罪业 就非常的大了 那么说金刚经是讲空的 讲不讲因果呢 那么要是毁谤了 受不受报呢 那么有些不信佛的人 只看见活人受罪 没看见死人当家 背着那个家呀 就是受刑法的意思 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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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个 我记得 我有一次在这个 扭腰的妙角色 也是讲金刚经 他就问我 说他要是在星期天 吃假日 他出来听见 人家瞧不起他 他毁谤他 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那你很好啊 他说好什么呢 还好呢 我说金刚经是说的 你的罪业都消灭了 要听经要学经 你不信吗 说信啊 信我金刚经是说的 世间上有人瞧 因为你学经 就是瞧不起你 因为你学经是毁谤你 你会感觉到 但是这个好处 你能得到 后来你出外 他要听见 星期天就假期 他说他是个女众 出去了家里头 这星期天 人家大家都不出去了 那他又经给大家 给他做饭呢 干什么 照顾他了 他要去听见 那人家就跟他生烦恼了 是这样子的 毁谤他 那你第一个呢 要么引上 要知道 因为我学经过 别人给我做障碍 那我闲事的 过去的罪业就消灭了 因这个缘故 你将来啊 在你人生的生活当中 有障碍 在你修到成佛的时候 就没障碍了 只要你自己这样想 要会想 往往学过金刚经了 学错了 怎么学错了呢 他不做如是想 不难佛所教导的去想 去思维 或者从此不听经了 不学经了 或者生放缓 因为这个佛菩萨 不大灵啊 我学就是求加持嘛 你不但不加持 我还出现障碍 要学法的时候啊 真正得会学 学得好 学得好吗 你所需求就能得到了 不要只看见眼前 只看见眼前 多观长一点 长远一点 这个 学了金刚经 金刚经是讲这个空的 就是要你空烦恼的 因为学经 而再多增加些个烦恼 这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对这个 宣布说空意吧 正得空意 我理解空意 你连这世界英国 还信得不真客 不信 有些是好人 好人 好人他 他不信英国 因为这个庙 在这个宋朝时候 出了一位道际禅寺 我想是 在杭州的 不知道道际禅寺的 很少 不知道佛法的可以 不知道 即便合上的 很少 关于这个道理 跟大家讲讲道际禅寺的故事 这个里头 含着这个 金刚的空意 因为空 才无障碍 才有智慧 因为有智慧 才能 印识 一切的 因果 这段故事 是这样的 然后 季工要度一个人 那这个人是好人 不是德人 但是 因为他 不相信英国 大声骂道 但是对世界的故事 对穷苦人的故事 大量的故事 什么好事都做 但就是对和尚们 老道 没有缘 他不但不故事 他要毁谤 为什么 因为 他因为和尚老大 过去给他算卦 不怜 有些错误 因此产生 这段故事很长 因为这个对我们学经 很有补助 那我看我们这个 听听的 大家学习的弟子 年龄大的 兔子羞的 老基丝 女众很多 不要听了金刚经了 说金刚经是空的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错误的 但听这段故事 时候 就这样听 故事是怎么发起的呢 就该打这个黄岩线吧 或者跟天台这个中间 有一个 有一个 现分的里头 他这个桥坏了 这个桥啊 就叫万元桥 万元桥 那好久失修了 桥都坏了 那桥坏了 这个修桥的尊啊 石头啊 就是修桥的材料 就被大家给人偷走了 那现在又发行修桥 那这个现代老爷嘛 就拿一家拿一壶茶 看谁拿了万元桥的锻 钻了 就奉他师父的命啊 就向大现代老爷要求 这个现代老爷呢 就是落难的时候 就寄贡把他救的 他一听说 这个好和尚 跟他救难的嫩人吧 就是寄贡产生有关系 跟这儿 他说那好那好 他就把他放了 说你们请能请到 道祭圣圣来吗 那最好了 就把他们三个放回去了 两个小孩就到这个行中来了 求寄贡来 平常呢 在一场生活当中呢 这个奸身广量 对这个道祭禅师啊 为了的妙规 为了寺庙的规矩 经常的宅备他 哪里要牵他单 不让他在这儿坐 那现在这回求到他了 就得给他说好话了 知道他 他要喝酒 他要吃狗肉 那这个奸身师也没办法了 光亮 要给他打点酒 买点肉 请他到他疗房里 行星会吧 对祭公行星会 他就请祭公来 祭公说 哈 你没事不找我 现在你有事了 我知道了 我看见我昨天做一个梦 问一个大和尚 带两个小和尚 一边走啊 一边打那个墓园 一边走 打了墓园还不说 还得喊 他敲到墓园连声响 满机好 要人问我 因何故啊 只因偷了万元桥上的钻 哎 这个光亮一听说 你这不是 你说这个梦啊 是事实啊 不是梦 就是我一个思绪 在这个 他们不懂的 把万元桥钻头了 所以要请你帮帮忙 那个县长跟你很有关系 你得说句好话吗 就没事了 然后祭公就答应他了 答应他的祭公就到了这个 到这县里去了 就跟这两个小孩去了 所以县长一听说 他的师父来了 就在那儿 就掖出来了 接出来了 接他就 但是祭公一到这个县 最县里的这个财主啊 一共大概有十个 十个 好 好 那么这四个 这个 有财的 有钱的人 就跟那个县大老爷递个饼贴 说我们每人愿意出一万两 来修万元桥 那县长就高兴得很了 说师父你一来啊 咱们那桥马上就可以修了 祭公说 他们给的钱我不修 说那为什么 说要出一个人出 那么多出的 我和尚将来怎么 怎么给他们回向啊 麻烦死了 他要一个人出 谁也出不起啊 县长就着急了 说师父你这样做啊 那么这桥修不成了 除了这个县里 除他们不舍供养 他有钱 他说他们都不舍了 没人求 说没关系 你放心好了 我有办法 我们还没说到主题上啊 要讲英国的啊 这个不是主题 那就算了 那县长就问他 他师父你想画谁啊 他说我画王太和 王太和的这个县里是首富 他有的是钱 能出的钱 但是他对和尚老道无缘 一文不舍 一见到和尚老道啊 他不但不舍 要大声骂道 他他去画他 这现在老子劝他说 师父啊 他跟你们生道无缘 你去了他 他不但不舍 还要打你呢 他说我今非画他不可 正因为这样 我才画他 画他的缘 带他两个小兔子啊 就靠着木云引擎 就倒着王家装上来 这个在城区座 不是城里头 他装宅很大 土地也很多吧 靠着木云引擎 一直就连 连那一雁路走着 雁路靠着 就靠到门口来了 他这个宅子呢 很大的 就像我们这大殿呢 你要一层又一层 要一层又一层 他家的住宅嘛 大概有七层院落 那这王老原外 他住的仅后边 平常他不到前面来的 那前面有什么声音 他也听不大的 那今天不同 特别 既宅大 他这门口来了 打 打画 那这门口的这些管家了 那小的也 咱们就说的门房吧 那两排的凳子 坐了有十几个人 大家就来劝他 说师父你到别墅去画 我们这不会不识给你俩 因为我们原来不喜欢你们老道 跟和尚 他就 非画不可 不找 他说好了 你不让我画吗 借我点笔密啊 我给你们老外写两首诗 那个门房的为了省事啊 打不得走啊 说好 这个道容颜 我们可以借给你 借给他笔密了 他就在那影坯墙上写两首诗 这些故事 故事开始了 他说 昔日临讲问子平啊 寒领到我一身穷 自己一时斗眼妇 多亏书兴马玉荣 这一首诗 他说是 打那个林平线 去算了一个挂 过去子平嘛 就是算挂 算挂嘛 李汉玲一看到 一看到这个王太和 这个王家庄 这个主人叫王太和 一看他的相貌 再给他一挂 哎呀 你这命啊最苦最苦 但你今天好大了 二十多一点点 说你呀 活不到二十五岁 而且还是饿死 就把他说的干口冰凉 就这样 李汉玲说的一 说是你呀 以前到那个临江县 去算过一个挂 这个老道说 你一辈子都受穷的 还是要饿死 那现在你不但没饿死 发了大财了 寿命也长了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多亏书星麻一种 这两个人啊 两件事 这是一首诗 第二首呢 夜醒子时半夜铁 他睡觉的时候 也夜间做梦 或者吓醒了 一道红光 奔正南 在屋子里写的红光 到南边去 揭开死板仔细看 四六黄白整一千 就这么两首诗 那写完了 季工就跟那个管家说 说你跟你们老元外说 如果不是 给我修万元桥 就是今天 我今天不不是 明天我就不要了 说他这样做呀 一定要有非灾横祸 他就走了 临走来还喊 喊几声 说话原地来了 话原地来了 喊一声 抓着往里扔 管家就笑 说老和尚 那个画 你扔画吗 扔画做什么 画还能扔吗 他说你不能扔啊 我能扔啊 我把画扔到里面 叫你老王 听着 他就走了 那么这个王太和 在这个准后院 平常都听不见的 但今天就要 地公司一扔画 把他扔进去了 他就听到了 他那门口紧着喊 他就在里头 出来看一看 怎么回事 他在出来看的时候 管家就跟他说 来一个和尚 带两个小和尚 一门口 要找你画原 让你出十万两 修万元桥 我们叫他走 他不走 他给永强写两首诗 写完了走了 王太和抬头一看 这两首诗啊 他感觉非常机密 他说叫他的管家 赶快把那和尚请回来 我不是给他修万桥 什么原因呢 就是王太和 他亲身的事情 经历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知道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这个和尚 真的给我写到 影笔墙上来了 所以他愿意给他修万桥 就请这个 寄贡啊 道具参事就请回来了 请回来了 王太和就给他 问他吃荤吃素啊 他说我和尚吃荤的 我不跟那和尚不一样 我要吃荤 就给他摆摆酒席了 在酒席间谈 谈的时候 具体公才跟他说 说你呀 要相信英国 不要胡闹 他说 你知道你想发财的吗 因为你做了两件特大的好事 把你的命运呢 转变了 怎么 因此嘛 我才来画你的圆 不要你再糊涂下去 这故事是怎么回事 这个王太和他小时候到十六七岁时候 他们也是百万支付的家当 王家庄嘛 财富很大 但是他家里就是自然起火 烧一次又一次 烧一次又一次 连烧了七次 使了七次天火 就火灾 因此把家烧的就很穷了 那他父亲母亲呢 因为受了火灾之后 再连惊吓 那病就死了 就剩他一个孤儿 在家里头 还好 烧的时候 有几间书房没少 就长的书啊 紫密啊 紫笔砚台啊 这一类东西很多 他没办法了 他想做什么呢 想 存这些紫笔啊 书籍啊 他就背着这些个 到那个 每个村子到那个 学习 私塾学校了 到那时候去卖 卖这些 来外来混了好几年 就是来回 卖这些东西 卖的积攒一笔钱 那这一天呢 他走到这个 临江这个地方 看见很多人呢 为一个老道算卦 他并不知道老道的名字 他并不知道 王太和并不知道 那么呢 他也几斤算卦 原来这个 老道这个算的呀 说他命怎么苦 怎么苦 他一想 我命这么苦 我们别在外头混了 那回家去吧 他就往回走 走了再走到一个路上啊 一个半山坡上 走太累了 他坐那休息休息 在休息当中呢 哎他在这 在坐那休息的地方 有个黄包袱 打开包袱一看啊 现在金人手势 金人手势占多 他一算 这很值值 值上千斤的人子 那时候银子都叫金子 他一想 他说这个 我本来命这么穷 这意外的惨 我得到 可能还是货 他说要谁丢的 这丢的人 可就受不了了 也许自杀吧 他说我做点好事 等着还给人家 他在这坐着看着 看着呢 时间不大吧 一个骑马的跑回来 满头大汗 很惊苦呢 就向他问 问他看见我 刚才的人掉个黄包袱 我到这马呀 惊吓 我把顾 顾马去了 就把包袱掉了 王大佛说 我捡到一个包袱 是不是你的 你看吧 这个人就很感谢他 就跟他说 说我是杭州的 北关的 我原外我姓苏 叫苏北山 我是他的一个管家 叫苏星 所以那个私上得多亏苏星 是第一个啊 他见着这个外财的不耐 他还给他了 等于救了苏星一命 那大家三人这么一聊天 这么一当 好也没走了 天都快黑了 就是又下点小雨 那他赶脚的往前 赶电赶不到了 就在一个 想在一个破庙 躲得雨 刚破庙 一进去 一开门啊 看到里头 还有个人 一看是个姑娘 十六七岁的姑娘 他又退回来了 在那个时候 蒙国家的制度 封建似的了 这个我要在庙里 跟他在躲雨 这待一晚上 这明天说不清楚了 这把人家姑娘害了 算了 他在外头淋着雨 就在外头呢 狼眼下 过了一夜 第二天 一问这姑娘呢 这姑娘姓马 叫马玉蓉 到他舅舅家 创亲戚家去了 跟舅母啊 吵半点嘴 就赶快跑出来 就预备回家 没走到家 赶着下雨 得妙里避雨 就这样一个原因 那这个王太和呢 就把他送回家 其实两件事啊 刚才咱们讲的 多亏书星马玉蓉 那济公都知道 这个燕瓜 济公是圣僧嘛 说他有神头 说你知道跟你算卦 那是什么人吗 王太和说不论大 我指的是王 他说那是一个神道 最有神通的 说你以前 在林经县去算卦的时候 遇这个老道 这老道你来名字也不道 姓李 叫李韩玲 昔日临江问子平啊 韩玲道我 欲身穷 说李韩玲说 我这一辈子都在受穷 他说他算的是绝对不错的 这里对我们学佛的人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像我们金刚经讲空 讲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 还有因果没因果呢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 说我们前生好比我们过去生多生 做的很多的错误事情 这个报还要还不还呢 欠人的要还不还 欠人的命债也好 伤害别人的经济也好 要还不要还呢 说必定得受 还得还 那么学佛有了什么用处呢 学佛嘛就想得好嘛 消灾免难嘛 如果我们的灾免不了 还是照样的 那信佛也没用了 要是还 还是照样的 照样还 这样那信佛干什么 想消灾免难免不了 灾难造教 那么信佛能免 能免嘛 这因果就没有了 那因果也是佛说的 欠人非还不可 杀人 要还他命 欠人钱 欠人钱要还钱 国法归国法 除了国法之外 另一种自财 那不同了 那你多生累积 遇到因缘了 照样的还 这样怎么解决呢 信佛不错 能够遇难成乡 能够转变 但是问题你转得动不 你转得动不 要不缓 把这因果率变了不还 你能转得动吗 说这个业务不受报了 或者我现在不受 等我好了再受 你有这种力量吗 怎么现在不受 好了受呢 说我欠你一万块钱 我现在还不起 没有 那等我有钱时候再还吧 等我趁了一百万一千万 那还十万算什么 就给他了 但是你有什么力量 能死你这个 欠你再往后拖 这有力量啊 那就是你信佛的力量 信佛的力量 这个业究竟是能转 是不能转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佛就跟我们说 说如果二水相投 说两个水 一个热水 一个冷水 热水多 冷水少 两个水加快多呢 那冷水也变成热水了 热水少 冷水多 二水相投之后呢 那就热水变成凉水了 咱们经常讲经讲感应 感应 感才应 就是看你哪个力量大 如果你信了佛之后 你感应的 感的力量非常大 那加持力有了 那你重罪轻受 回者是不受 那你不知道啊 这叫感 这叫硬 那一切事物呢 就是在你这个转化的当中 它哪位量大 这相对的 这边重了 那他就把这个 蹭就掉到这边去了 这边就翘起来了 你学佛的人 来欲比转变 求 求使自己幸福啊 吉祥如意啊 那你求的力量大 求的力量大 你那夜的力量小 你把它转化了 那你就看你怎么用功夫吧 那你要修金刚 摩尔波的秘境 修的智慧 一切做法不存在的 凡有形象 不是 但是你得有这个智慧 那你空得了 空得了的到什么样程度呢 人家砍你一刀 把你绑位卸掉一个 你不感觉到痛 你说这是假的 拿脑科学上被刀砍你 讲头临白印 一事斩春风 那有这个本事可以了 就是感的力量大 修的力量大 那夜的力量小 他敌不住你这个圣业 因此懂得这个道理了 那这个王太和 他今天做这两件事 他感动就大了 大了把他的业就转了 转了他就发财了 不但没垃圾 发大财了 发大财了 这赶到技工到这来 他都五六十岁了 五六十岁了 技工是在这给这个王太和说法 叫他说你现在 所以没有干什么 正因为你救了书星马一种 完了他又回到家里头 他说故事还没完呢 回到家里 把三方书方打整打整 那他在他父母在世 就给他订了婚了 订了刘家庄那个姑娘 他一想我这个命这么苦 那别去害人家去了 他就去到他岳父家退婚 在他退婚的时候 岳父就跟他说 说当初你父母跟我 跟母子定亲的时候 我的女儿是好好的 那自从你走了 你们家死了天火之后 他就忧伤 他现在是个瞎子 我还把他嫁给谁呢 说你还是 这个退是不能退的 挺好 你们结婚 我这支柱你遇点钱呢 你们俩会开这个小铺 站站着混吧 王大和一听 他也没办法呀 也没办法 退就退不了 就结了婚了 这就下一手词 结了婚来之后了 他们家自有这几间书房啊 就结到这儿了 书房修了一下子 整理一下子 结婚了 还是幼稠睡不着 将来这日子怎么过 我没几天饿死了 饿死我这个瞎老婆 又怎么办呢 他愁 睡不着 在他愁的时候 夜间看他屋子里啊 就起一路红光 来一路红光 一到他屋子 屋脚南边那个 屋子南边那脚下就没有了 哈 他这又穷又闹鬼 他又是鬼了 很恐怖 头天晚上 你扭言对吧 英文 第二晚天游入室 第三晚上游入室 最后他就真正恐怖了 他就跟他老婆说 你看看 咱们家天天闹鬼 天天那个 连这个房子不能住了 每天有一路红光 到哪里去选 他老婆说 我看什么 我这个瞎子 我看什么 他说那我跟你说 他跟他说 每天天天晚上 他老婆说 该不是闹财呀 我听 我在家里听我父亲讲 说这家里要发难财 就是我们祖先买下的钱 他会自愿显现的 那他干的 他说你明天咋去 看看这红光落什么地方 他说我听说 这个金人哪 要是有金人宝贝的 跟金人会相结合的 你拿我这个 别头发这个餐子 那古兰的头发是王企 拿个餐子别的 他说我这个餐子 是金人合作的 你把餐子扎到那红光落的地点 他就跑不了了 明天再挖 看是不是 买的有什么东西 那么第二天呢 王太和果真 就红光又来了 他把插上了 咱们 白天他去挖 挖 把土 浮土一挖 底是石板 把石板 你打开一看 六百顶黄金 四百顶白人 四六黄白 还挣一钱 纪公给他做那事 说你这么发的财 就下手试 完了就跟他说 说你修万元桥的时候 我再给你 给你另一个因果 让你看 你不是不相信吗 再另给你相信 同时在吃饭的时候呢 纪公就说 说你太太这个病啊 急火攻陷 我能治的 我能让他眼睛浮明的 王太和说 下了好几十年了 还怎么治啊 纪公说 你不相信 那就没办法了 你相信我这药 一定能治得好 那好试试看吧 那纪公就这拿药 什么药 带他身上 他总不洗澡 一搓搓的那个汗泥 就搓搓着你玩 所以把这吃了 给他吃了 王太和瞅着他这个样子 说这叫什么药啊 他伸腿瞪眼完 他吃了药 一伸腿一瞪眼 就完了 说死了 不是死了 他说那个病就完了 眼睛就看见了 王太和也听人说呀 纪编呢 是神神啊 是圣人啊 一定是 可能零吧 给他老婆一喝 他老婆眼睛就看见了 就好了 他说 假设我们要想照 纪公这方法做 办不到 我们不明白 他这是正得了 金刚智慧了 正得波尔兹了 智是空的 空的时候无障难 随他怎么运用都可以 他抓身上泥巴 他在地上抓个图 给他 他吃了也好的 这是假象 真的是他的使 他的神通妙容制的 他说 你去万严桥 另外啊 这工人的赏钱 不要你出 我另外找一个人出 怎么找呢 他说你给我四块十板 我也写四首四 立得那桥桃 这样子吗 他说是你更相信 这个四块十板写 是什么呢 第一块写的 不姓丁来 本姓梁 那好多人看一看就走了 谁理他呢 没人理 那就算了 这第一块是白看的 不要钱也没什么事 突然像这一片 有个工作打扮的 走到这来去 停着在这看 看了又看 看了又看 往那他问他 守时他的 他说 还有没有 就这一块 他说他还有啊 他说他还有 能不能给我再看一看 他说看可以 二百两白云 看了就结合看一下 二百两 那公主一想 看块石头 写几个贵 这么贵吗 他说那你就不看呗 他一想不看吗 心里放不下 完了咱再讲啊 什么原因 他要看 对了二百两银子 就看 巧妆改办 律宣堂 这什么意思呢 说你打扮 化妆出来 是想找你妈妈 古来的时候 这个宣呢 就是母亲 村呢 就是父亲 村宣并茂 是父母的健康长寿 这个是 那个 道际禅师 写这首诗啊 就像他 让他印识的 看完了 不解决问题啊 他一想 不错啊 为什么他第一块要看 因为他就不姓冰 就是姓梁 所以他非要看第二块不可 一看第二块啊 就是他出来干什么来了 说找妈妈 这也对的啊 但是还是不解问题啊 他是出来找妈妈 把他钱都说对了 他问他 他问他还有没有 还行 说还有啊 那我还要看看 第三块 第三块 三百两 涨价了 这公子就考虑了 说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人知道 我出来做什么事 设的圈套啊 那一想 我出来 就两三个月了 一点影信也没有 妈妈也找不到 那还要看 我对了三百两 要看 说新郎要见 生生母 这个公子的小名叫新郎 说你要想看你妈妈的话 下次又没有了 又没有了 他问还有没有 说还有 他问我再看一看 说可以 有五百两 涨价了 谁是涨 为什么要凑够这一千两啊 然后这个公子考虑很久啊 也是放不下心去 完了呢 下觉醒 反正我出来几个月 就找我妈妈 他也很有钱的 第四句就是 大家一看 去到林平问法王 林平就是我们现在 好像说林平 那个时候 那个县 那时候是个镇 看完了 这句话还不理解啊 林平是什么 法王又是什么 全部看完了 跟他自己的事情啊 完全相和的 他是怎么会事情呢 他在那个时候 君送交兵 他只有七八岁 那金兵打来了 很乱 他一家逃难 就他妈妈里面 逃难嘛 就滥中 把他娘母俩冲散了 冲散了 那个 这个 小孩子呢 七八岁了 但对妈妈印象很深了 就被人家救去了 就被丁原外救去了 丁原外没有小孩 就把他收役子 就养他 养大公叔 那丁老原外夫妇也就过世了 就他当家了 他也结婚了 这时候他想 向他妈妈 他就化妆到处找他妈妈 就反正就是 这个浙江这几县吧 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走这天走到这万人桥这 看见这块石头 他就是不姓丁来 本姓良 他后来丁原外 把他捡去的 说他出来化妆找他妈妈 也都对啊 但最后这四句话 问谁去呢 就问这个当地的工人 工人不到 说我们外来的 咱俩老头问 老头跟他解散 说过去啊 这个地方叫临平镇 是古来的 过去的 金颂交兵以前的名字 现在改了兴隆镇 兴隆镇就是这个 就临平镇 那就对了 到这个村庄就对了 而另一个老头干他 说过去 我们这个男子 这个镇上有个比丘尼道场 一个庙 是这个男子呢 是法王寺 是法王寺 去到临平问王 你去到那个兴隆镇 去找那个 那时候叫临平镇 去问这个法王男 那现在改了 叫兴隆镇 如意男 不叫法王男了 所以人家都不知道了 那他这个里头 还有很长过程了 马上这个 这个公子 林行郎 就找了他妈 跟他母子就会面了 他妈妈就在庙上 没出家 就收紧 那么他就来谢这个季公 季公就来跟他说 你好好孝顺就对了 我就指引你 能会你妈妈的见一面 这一千两人子吗 我不是 我让你拿来做功德的了 修万元桥了 这道祭禅师 因为他已经 不但他从罗汉 俄罗汉 我们都知道道祭禅师 是罗汉 现在我们在比较正修 道祭禅师殿 在五百罗汉堂里头 也有个道祭禅师的位置 他在这一带 就是浙江这十几县 远处他没走 他在这乘道 他在这立即众生 所以有了智慧了 他喝酒 吃狗肉 这叫方便泄土 封编祭祀 封编 那度人家 也是假的封编 来给人家 说真人不现象吗 现象不是真人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 封编祭祀 以酒度人 他喝的酒都是 喝的酒帮助别人 如果大家看那个寄宫钻上 我说这是野史了 金弓钻上的就是道祭禅师 他的行事的一生的 这个很多很多 大家听的金刚经啊 听的很沉闷 讲点故事嘛 就很听得进去了 这谁都懂了 就是说你有了智慧 有了智慧了而后 你做什么事情 都能成就 都能成就 说因为你是学金刚经 会得人绑回 那个绑回不是因为你学金刚经 你不学金刚经 也有人绑回 说这个世界上 说没人说的 没人说好说话 没有 任何人 孔夫子也是骂他 无私运动 就要骂孔老二的 任何人 包括释迦摩尼佛 信佛的人磕头里拜 见他像的磕里拜 见他说的话 成了经典磕头里拜 不信的呢 因此人家对我们说好说待 那天我跟大家说了 就是一个风嘛 风过去没有了 你抓不着摸不着 说几句话有什么关系 往往就说这几句话 骂你几句话 你记得心痛 完了这儿的报复 弄得双方都穷家荡产 有什么利益吗 没什么利益 这是假的 当你受人侮辱了 或者受人轻慢了 你别当他轻慢你 这个不是你 又得是假的吗 是我对吗 我对不是我 经常怪想 我对不是我 学金刚经就你掺 那我在哪里啊 什么都是我对 把我自己的我的身体 我对眼睛 我对耳朵 我对鼻子 那我在哪里啊 这个大家可以经常这样思维 挺好硬是你自己的 我们在我们佛教的术语说 本来面目 什么时候本来面目呢 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啊 看看佛 看看观自在 观世音菩萨 看看地藏菩萨 看看普贤菩萨 那就是我 别把诸佛菩萨 我们自己 把我们自己 跟那个佛菩萨 画个界限 说佛是佛 我是我 你要把他这个界限取消 佛就是我 我就是佛 佛这个名字 觉悟的觉 光明的明 我觉悟了 我能放出光明了 我就是佛 我没觉悟 我放出光明了 我就是众生 就是一念见 哪一念呢 有最后的观念 说明白了 跟不明白 一念见 你明白英国 你做的所有都是好事 这个跟那个 波尔波罗兹啊 相符合的 你能够慢慢地 就能明白 进入波尔波罗兹 如果你是坏弱的 他跟波尔波罗兹 相反的 他就得反的道路上 越来越糊涂 当你学波罗兹的时候 经常这样思维 要离开那个 经上的文字 离开的文字 但是 又不能够 离开他的道理 文字是显道理的 假那个文字 所说的道理 去理解 这个在我们 学佛的人 就是禅 禅 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思维修 思维修就你观照 去想 这个就是我们先 一上来就跟大家讲的 先从文字般若 完了进入观照般若 文字就是咱们学经文 学文字 我刚才说离开文字 离开文字就是你进行观照 观什么呢 眼睛别向外头看 回光反照 看自己 看我自己什么呢 哪个是我 我在哪里 什么是我 烦躁的 印的真正的我 现在我们这个右体 不是我 你这样观照着 你会 最初 可能不行 但是要久了 渐渐就能得到了 得到什么呢 不能全明白吗 渐渐就误得了 渐到误得了 那就初步的渐入 从这个文字般若 进入观照般若 就先有文字的慧 再进入思维的慧 这叫思慧 文字的般若是什么 四项上说 从四项上说 我们看得见的 摸得着的 观照不着就是 你看不见 摸不着的 灌佛的智慧 回母的智慧 因为有观照的功夫 你能够先死罪灭 能够消灭 今天这段就是告诉你 不论你男人女人 如果你想读诵受词 受词就是不思调的意思 经上我们说受 受是领纳为义 我自己遇到金刚经了 我就受 词呢 就像我们手持这件东西 永远不要失掉它 如果你一撒手掉地下了 或者掉到别人去了 就没有了 永远要词 受词一下 就是每天呢 不是我们听了就完了 一天要读一遍 大概是吗 二十分钟吧 读再慢了 也半个钟头就够了 读一遍 在天天想这些话 什么意思 我受读读读 金刚经了 被人家清见 你看不起你 那么我们过去所做的业 应该会就是住监狱 应该到时候被人家伤害了 杀害性命了 或者被人清见了 这个都转变了 转变了就是 不再受那个报了 不再受那个报了 就是 你已经得到这个 你受识金刚经的好处了 这只是四件像 另外除四件像呢 那你离开金刚经 你再看那个 法画经也好 华眼经也好 圆角经也好 看印和经 它都是通的 把你明白般若的道理 再读那些个经 你读啊 你领会到了 领会到了 特别有一样 值得大家注意点 什么事情呢 当你没信佛 好像没什么事发生 顺顺当当的 好 你信了佛之后 障碍都出来了 家庭的不顺 生业的也不顺 为什么起到相反效果呢 不是相反的了 这我们在佛教讲怎么讲呢 重抱 重抱 轻受 我该伤命的 身体受点伤就过去了 该死的 该危难的 没关系 现在受点折磨 就是大肆化小 给你转化了 那小肆就化了 就没有事了 他说不应的呀 没智慧呀 他说我信了佛了 反倒不容易了 他不是不信好 有的就让他反倒不信了 有一个道友 他像我这样说过 他也信过佛教 先信佛教 信佛教不信 信道教 当老道 老道当了几年吗 神仙也没成道 又不信了 又信基督教 信了一气一转圈 他想想 还是信佛教好 又回来了 又信佛教 经历很多 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就要一个智慧 去关照 但也有信了佛的 他一信佛 什么事都顺劣 那你该深入 就问在佛面上 拜拜佛 李李灿 烧个香 有什么问题了 到庙上 请几位师父 念一部经 或者念念阿弥陀佛经 或者念念地藏经 这个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是 你自己去关照 你信 信完了之后 要去做 求人不如求自己 求人一念念 不如你念好 你自己来念 那你关照 为什么信了佛的事实 不顺心 顺心了 很如意 你也不高兴太早了 后头和人挫折就来了 你就挫折了 你也别闹闹 挫折过去 幸福就会来了 相信吗 我个人 我个人 我的挫折非常多 挫折非常多 我二十岁 在佛学院住处 二十岁 我就开始讲经了 那讲经也都是这样子吧 受到人大加工匠 那我学了二十年 一个在福建古山 一个在青岛战山 一个在西藏拉萨 前两个呢 一个地方五年 后头十年 二十年 就我本身来说 我没做什么错事 但是我后来进监狱 做的住了三十三年 三十九岁进去的 六十九岁出来的 所以人家说是黄金时代 在年轮说 他说为什么 大家知道 实际上是犯人了 给我们起个名字 就是不死的人类狗屎队 大家知道黑老酒吧 我们化为酒类了 我比酒类还不容 比那个还不容 但是现在又回来了 我六十九岁回来 那么眼看着 我就八十九岁了 有二十年了 一切就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为什么 默向外求 不要怪人旁人 或者我是冤枉了 或者背向 都是假的 没有 是你自己做的 自己承担 自作业 自受 谁夹给你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 对一般来说 是变化非常的大的 为什么这么大 因为你太急了 什么叫太急了 好多事是你自己逼出来的 相信吗 假设你发心修行 现在你发心修行 或者你闭惯干什么的 出来磨了 不是磨 或者你的善业 善根成熟了 那你误得的程度很快 你业症成熟了 那你马上也就现 你要认识他 有智慧的人 认识他 不为他算话 你还回得来 我个人也常这样想 如果我在建议那几十年 如果常识心里想不开 那早就死了 还活得到现在吗 还能活到现在 我们88岁了 人们古来的大德 60岁就不讲了 我88岁到处跑到处讲 为什么 还债啊 欠人家得还人家 懂得这个道理 为什么叫反反复复啊 实在天上 实在人间 当作犯人时 谁也谁看见犯人 该神躲 都躲开了 那是我们最初 那是年间 那你背后 有两个大红圈 写两个字 犯人 那谁看见犯人不躲啊 人家过 你旁边两路 你就得 不是给他样路 我是怕他 赶紧走到一边 别惹他 沾点边不得了了 那哪个跟你说句话 马上就有人帮你钻 你跟他整认识的 你交代 其实这样子 他自然就多年 一切入法都入事 所以说 你学了佛法 从你现实的生活 体会 去做 反反复复复 说吉祥如意 灾害频繁 我说 刚才说 比出来的 我说 你平平淡淡的做 不求大富大怪 平平淡淡过一生 舒东坡有首诗了 他做一首诗 人家生子愿聪明 我被聪明勿欲生 但愿武儿欲泄罗 悟哉 悟哉悟哗到功勤 他这个诗 前三句我赞成 后一句我不赞成 还想当官呢 悟哉悟哗 还当功当轻呢 说聪明 谁都想当聪明吧 那舒东坡 我就因为聪明受坏了 我被聪明误一生 那我怎么看他呢 我说你就 就是你误了 你因为不得意的时候 你还是当大官啊 不得朝廷当 扁到苏州来 扁到杭州来了 还当着杭州自使啊 在杭州这个地方 你是万万人之上啊 这书题就是他修的 为什么叫书题就是他修的 人没有满足的了 他也因为 永远他因为不如意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自己掺 掺什么呢 就是在世间相上的 世间事物 你能明白了 你开了我 你要知道你怎么去 怎么做 何去何从 懂得了 千万莫抱怨 为什么 自作自受 不是谁加给你的 是你自己找来的 这就有智慧的 没智慧的 敬愿人家 不愿自己 今生没做 今生没做 你前生做的 前前生你做的 大前前生你做的 这是往坏处说 就那个业障那方面说 如果往好处说呢 我们每位道友 你们找我念经时候 拜佛的时候 哪里 都要发愿呢 愿回向给众生啊 愿带众生受苦啊 我好着想吗 你说 这佛婆子加死我 愿我带众生受苦呢 那你就想得通了 这可不是阿后精神啊 阿后精神 他想的 跟咱们想的不同 咱们这种佛法观点 想到你那理论上的深入 你要这样想 就用般若智慧想了 先思罪灭就消灭了 一定能成到佛 如果不这样想 先思罪业没消灭 后世的罪业又增加 那越积累越深 那积累越深 假使有人傍怀 你跟他打架 那就麻烦了 不但增加他的罪业 也增加你的罪过 这样是不合适的 理解了真果 因果报应 完了不落因果 那些年 咱们这个国度里头 把你决定个钥匙 受了好多年罪 完了呢 几个字就解决了 考验你的 我们政府考验你 有了 完了 考验你的 把你关了几年 压了几年 去吧 没事了 考验考验你 解决问题了 但你心里怎么样呢 能平衡吗 这样你 欠对国家忠诚不忠诚 很多就是这样子 叫你心里平衡不平衡 如果你学佛的人 确认我也是这样子 不确认我也是这样子 反而两种想法 一种事 我自己的业 该我受 还 二种呢 我代你们受苦了 我天的发愿 代众生受苦 真正受了苦了 又抱怨了 又不干了 那还行 你不是你自己求的吗 你不求代众生受苦吗 每位师父早上早晚店 都要念呢 这佛教我们的 这叫什么呢 这用你的般若智慧 来观照 那你才看这个世界 全是平等平等的 富贵 受腰 寿命的长 寿命的短 有钱跟没钱的 是你自己做的呀 你不很平等了吗 自作业自盛 这不平等吗 要经常这样观照 这就叫观照般若 灌一切英国 灌一切祝法 在你那个自性的法体当中 在波罗斯光明当中 这些都没有的呀 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 而且神都存在 又不消失 英国蜿蜒 好多事情什么许愿的关系呀 你死愿 佛菩萨就加持你 满你的愿 满了你的愿 你又受不了 要天才喊吉祥 我们大陆上 不学密宗的 这个观念还少 学密宗的 他一何时会 念完了就 咒吉祥 业吉祥 咒一六十恒吉祥 天才念 祈祷吉祥 不是自己吉祥 愿一切众生都吉祥 什么叫吉祥啊 什么叫幸福啊 现在不大家 能这样坐这舒舒服服的 来学金刚波罗面 不是最幸福的时候吗 可许时间不多 人家常识入世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我说这个时间不多呀 就是你这一生 能这样的学习 占好多时间 你把你这一生时间计算一下 通盘的计划 你怎么运用 我有的 年轻的师父 在佛学院 或者在丛林里头住着 经常不担心 就叫什么呢 人在福中不知福 这种幸福 不是世间上幸福 你知道你这一天 顶于那些个 你所在个业障当中的 过的几万万年 就那么一天的 你知道这一天的因 你种得下来 将来要点什么果 你能知道吗 我们头两天讲的 花谢花开 时去时来 每个人都经过入世 每一生都经过入世 这并不是 你得了好多钱才幸福 得了好多如意事 才幸福 那不是幸福 那是舍福 咱们这是集福 征章福 求福 金刚经 我们前头讲的 都是智慧 后头讲的 都是福报 福慧 双修 才两诸尊 后头要你 怎么集福 前头要你 怎么开慧 开智慧 三宝弟子 听了金刚经的 你对一切思误 另一种看法 另一种看法 就另一种意识了 把那幸福 理解更深一点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假设说 现在 你送个奖 这个奖货这一千万 但你送奖了 你高兴都不了 因为幸福了 货马上就跟着来了 货马上就跟着来了 不是幸福的 说不定被人把你绑架了 给他一半 还有岁 还有岁 还有其他你六斤眷属 穷的眷属都来了 八百年的老账都翻出来了 说你哪哪又欠的好多钱 哪是钱 还有那麻烦可多了 如果你没这个 什么也没有 这才是幸福 这幸福 跟货业 两个简直分不清楚的 究竟是货是福啊 你没有学啊 你没有智慧 你印不清楚啊 你把货当成福了 把火当成富了 所以我们这就叫 我失掉了 小学先生 我失掉好多财宝也好 说这一生再想得到 得不回来了 能等到来生吧 那来生你也不记得了 得也好 失也好 不去计较了 人家侮辱也好 那你自己千万不要侮辱别人 为啥呢 你知道人家非礼相加给你的 那你心里不难 你又受了委屈 受了冤极 受了灾害 那你就绝不能把这个事 再加入别人 那这个因果 你荣耀是 再不会受人的灾害 正因为你过去 侮辱很多个人 做过很多的措施 今天你再受侮辱 如果你从来没做过 那你今天 金一生 绝对不会受 因果就是这样讲的 但是学金刚经理的人 讲究智慧空业 智慧空业 你应该这样关照啊 关照 假使说 我们要有些不如意发生了 有些危险发生了 当你在危险当中 你没把它看成是危险 那你观念呢 这关照波罗 这个危险可能变成不危险了 你越赶紧危险 越想逃脱这个危险 那是越危险 这种非要有智慧的人 没智慧的人办不到 我们要把这个 现在所学的波罗智慧 运入你的生活当中去 你逐渐的就进入了什么呢 叫化境 说化境 这不警戒 一切警戒向 不化就没有了 那没有忧了 也没有愁了 那变成海阔天通 因此啊 学了波罗经之后 大家就用这个波罗的智慧 观照 换换你的思想跑道 把你过去想的 来改过来 照着金刚经这种警戒 照着金刚经所说的 你试验一下 你开始做一下 那佛教导我们 像我们这些个师父们 在个丛林里头做 我们这个庙住过两三千人 现在我在那个能人设 那个庙也是住过千人大户 大户设 经常吃饭一千多人 两千人 大家想想看 佛的那个威力 得力有好大 人家说 硬管一万个兵 不管十个僧 十个和尸 一个人都有个性 看着我们这些师父们 鬼鬼祭祭的 个性发展起来 不是那么好容易的 什么原因 他都到了为佛所教化的 把他的个性变成共性 变成共性 我们是有业 才凑到一起的 这个是什么业 是敬业 他互相的克服 克服自己的那个 个性 要融入于大家的共性 能服 渐渐就能断 我今天所讲的故事 所讲的问题 都属于福心 就是 降服你自己的心 这在这个 我们佛教的书里 叫什么呢 福心菩提 福心菩提 就是前头 虚佛 虚佛提问了 说 一切种上 行菩萨道 成就佛果 怎么样行 怎么样 降服其心 我们今天才讲这个故事 都是降服其心的办法 但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不要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 王太和后来 不做那么两件好事 再加他的抱怨 他会受报的 这就属于心理的状态 说遇到什么事 你都愉快快的 用观照 想想这个世界的 前因后果 你已经现前了 是坏事了 人说你倒霉了 倒霉不是坏事了 但是你的想法不一样 你说这是好事 你因为倒霉是好事 走运气时候 你是坏事 走运气容易造业 倒霉时候 不敢再造业了 老实了 倒霉时候 是还人家债 渐渐缓缓的清净了 幸福的时候 是拉债 欠人家债 那等着还吧 现在社会的情况 特别是男女关系 个人有个人的劳动力 个人有个人的挣钱 都是自己挣钱 女性不一定在于小男性了 过去要是两人吵架 一见不合麻烦了 那也得过一辈子 现在不行 现在我可以离开你 你干你的 我干我的 不合不合就分开吧 大家少烦恼 情况变了 社会变了 有些人说这是坏事 我说这是好事 个人得个人的自由嘛 那有什么关系啊 你带回头就怨真坏 一天烦烦恼恼 离开不就好了吗 自己可耐的子女 要为她的好 送她到国外留学去 为了她的前途 然后又舍不得 离开的时候很痛苦 这些耐别离 但是非离开不可呀 孩子念书是好事嘛 离到你身边 又能得到个什么呢 好多这些个 社会上的这些问题啊 嫩嫩嫩嫩 烦烦恼恼 为什么 没得治着坏 我们学学金刚经 解决解决这些个问题 人想离不开 离不开 为什么 过去的冤业 现在会到一起了 想泄都泄脱不了 为什么 那个业把你牵住了 还有你带个单位 同事之间 关系不好 两人共同的办这一个工作 离不开呀 那可不可以离开再找工作呢 那考虑得多 说离开这儿 再找这么一个好的工作 没有 那就引寿吧 引寿又引寿不了 苦不苦啊 那最苦的了 这是怨真坏 怨就离不开 耐地带不到一起 这社会的现象 这叫 怨真慧 耐别离 缺乏什么呢 缺乏的 剥弱的 关照 如果有剥弱 关照 智慧呢 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那离就离吧 拒就拒吧 拒 也没什么关系 离开 也没什么烦恼 先生 这必须练习着 有智慧的时候 处处要包容 不是让人家来包容你 让你包容别人 任何事情你不烦恼 烦心率不定 大家想想烦怎么来的 反正心里不难定 脑是恨 脑恨 恨这个不难定 这个没用处的 脑还带着伤害 带着伤害在里头 这样想 这叫关照 这样会想 完了佛呀 就在这种举例了 说徐伯帖呀 我念过去 无量恶生期节 在过去很长时间 恶生期是印度化 只是数字上的 恶生期翻无央术 节呢翻十份 就经过不可计数的 那么长的时间 那个时候 有尊佛出世了 佛号呢 就淹奔 我带那个时间呢 遇到了八百四千万亿 诺尤托 把这个诺尤托 说了八百四千万亿 把这个无数字的 还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佛经的数字是艺术啊 在环境单有个数字品 大数的 一百二十四个 他说 既然说不能算出的数字来了 怎么还要说个数字呢 那是从祝佛 祝佛旁边算的 在佛 佛他是知道的 无数字的数字 就是那个数字 后头零很多很多 不是对着凡夫说的 我在那个时候啊 我供养了很多的佛 就是八百四千万亿的 那么多佛 我都供养过 亲近过 这个功德能计算吗 不可计算 要佛有人 要后来害有人 害有人 独送这个金刚经 说我们独送这个金刚经 在这末法时代 特别是末法时代 那比那个释迦摩尼佛 遇到严能佛 供养了八百四千万亿 那么多佛的功德还大 我们说谈功德吗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了 把那个供养八百四千万亿的 佛的功德 他的一百份 也不及你读诵金刚经的 这一份多 佛特别赞叹的读诵 供养金刚经的功德福德 的意思 佛的意思 说要么们 你能读到金刚经了 闻到金刚经波 闻到金刚波 波罗密的这个名字 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想象的 就是说他的功德无量 要么生难遭难预想 生欢喜 生大欢喜 生庆幸 庆幸我能遇到这部经 不但遇到了我还能读诵 完了我就能理解 他金刚经的义理 他叫我们怎么做 我们不说完全做到吧 能做到的万分之一 万分之一 很少 已经就够我们受用的了 万分之一 我们要做到一万生呢 那就万分之万了 生生世世 发愿 能够读诵寿寿金刚经 大家听了金刚经了 金刚经本身就是故事 咱们讲故事啊 金刚经就是故事 2500多年前 2600年前 在印度 徐伯迪向佛问 佛就给他讲了这个故事 什么故事 金刚波罗波罗蜜的故事 故事 这个故事 跟现在的事 何谓一批了 不是故事 就是现在我们每时 每刻 每天 都发生的 都发生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都有我们一个 波罗波罗蜜 来观照 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把我们的 这个 波罗的智慧 运用到我们每天 生活当中去 听了金刚经了 永远是泄脱 不烦恼 永远是愉快 不生忧愁 无挂无奈 希望大家能做到 今天我们讲这里啊